今天去武昌办点事情 这两天呢 武汉开通了好多条地铁 好像一共开通了三条吧 就是最近几天 然后汉口这边沿江一条 武昌那边沿江一条 据说武昌那边沿江一条 就是五号线 好像非常先进 是无人驾驶吧 我现在刚好过去办点事情 然后也去体验一下 无人驾驶的地铁长什么样 我们这边是八号线 我就马上进八号线 进了八号线一会转到 八号线是过江的嘛 转到武昌那边的五号线 去体验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八号线的入口 叫做中一路站 我就是从这下去 这个站还是蛮深的 你看这一步大便梯 好长 今天来刷手表 好久没坐地铁 刷一下手表 手表上面的支付宝 支付宝里面 这是电子公交卡 地铁乘车马 这是地铁乘车马 开了 下到地铁里面来了 这边是往金银潭方向的 我去武昌 我去武昌 所以就是去这边 军运村方向 一站两站三站四站五站 五站就到了五号线 地铁来啦 地铁来了 坐下了 地铁里面大家都在玩手机 好的我出了八号线 现在来换乘五号线 不知道往哪边走啊 反正排排上面就是说往前走 原来是要走一个过道 前面往左应该有一个过道 从过道过去 就是这样的过道 应该很长吧 两条地铁 它肯定之间 它是有一点距离的 我觉得 它不会说是很短很短 这个地方叫徐家棚 这是八号线跟五号线相会的位置 这里有个电梯 我腰好疼啊 我还是坐电梯上去吧 算了 等了几分钟 这个电梯好慢好慢 我还是自己走上去吧 不知道为啥 地铁里面的电梯总是很慢很慢 包括机场里面的电梯都一样 这上面就是五号线了 新地铁果然不一样啊 装修都不一样 感觉很高级 我看我要往哪边呢 这边我要去 我要去黄鹤楼那边 这边是相反的方向 这边是往青山去的 我要坐这边 我要坐这边 我往车头那边走 因为我主要是看那个无人驾驶嘛 所以往车头那边走 应该看得到 这一呢就是车头的位置吧 我就在这等 哇 这边还可以换成七号线的 这个换成七号线的隧道更加豪华 我觉得 那里面还有一个徐家鹏站的停车位 转车就是停在那个位置吧 跟那个线齐平 车马上来了 这个玻璃反光啊 看得不是很清楚 看一下它的车头 是不是无人的 果然是无人的 没有人 进来了 进来了 我把到了最前面 真的是无人驾驶啊 我可能还以为这两个老师傅是自己呢 结果不是 我们两个就失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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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 我们叫它开就开就停的 他就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啊 他就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啊 人都自能力 还是感觉你有点害怕呀 对 以后都自能力了 所以不要人开了 你说前面要是有个人呢 那怎么办呢 这里要怎么会有人呢 你从哪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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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哪里下来都要人 提光说什么检修的人晕倒了呀 检修的人还可以晕倒了呀 这一条呢 这一条呢 跟他人的 一区这个 他检修的肯定是挺运动才能检修的 或者是有个猫啊 有个狗啊 对 这事的东西好起来后 他就检修了 他找到几个小子 在那边 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检修的 他就这么检修了 我两个小子 这都能看到 这都检修的东西 他也不会坏的 嗯 要检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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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修啊 主要是检修那个 现在感觉这是在 司机的驾驶位置 来乘坐机体 这种感觉好棒啊 哈哈哈哈 哇 站在这里感觉自己就是司机啊 嗯 对 要我们开的嘛 这车就是我们开的 我们在这里这个车 就开到往前走 这三角 三角 三角 我在三三楼下 这个有茶道啊 对 好喽 我到站了 我要下车了 哇 感觉好炫啊 感觉自己就是司机啊 不过有一点点害怕 心里老是想着 前面要是有一个人突然出现 该怎么办呢 或者有一只猫 有一只狗 前面那几个老师傅啊 好像也很喜欢无人驾驶 放在前面 他们说 检修一般都是半夜 所以不会有人出现这个轨道上面的 哈哈哈哈 好 现在我去办事了 一会办事 办完事再坐椅子 再回去 好了 事情办完了 怎么还是乘车马呀 现在也差不多三点了 肚子有点饿了 看看武昌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去搞点东西吃 好饿 前面有两家 香阳香辣牛肉面 一家香阳 两家都是香阳香辣牛肉面 香阳牛肉面这个东西 很奇怪啊 其实在两三年之前吧 这个东西从来没见过 也就最近两三年的时间到处都冒出来了 以前都没听说过 以前都是什么兰州拉面呢 还有那个 湖南米粉呢 比较多 现在那个湖南米粉都绝迹了 这个东西冒出来很多 进去吃一下 看看怎么样 这个面 这个面 这个 我喜欢吃这种扁扁的 我吃的是香辣牛肉 豆腐面 反正我觉得 香阳牛肉面好像特色就是个豆腐 每家香阳牛肉面里面都有这个豆腐 和海带煮的这个卤 这边还有咸鸭蛋 还有这个辣椒 以及一些配菜 豆腐面 豆腐牛肉 加上高糖 就好了 来点香菜 来点香菜 这个白衣服 这个汤 因为有红油 所以不怕拉开 要不然溅到上面去 即可要骂我 牛肉 豆腐 豆腐 我就喜欢吃这种类似 刀削面的这种花面 好吃 不知道是肚子饿了 还真好吃 老虎 老虎 牛肉 哇我感觉这比豆腐面还好吃 谢谢 看前年人家说他不吵 他有意儿 他不买在车上 不知道他不吹了 他妈来了 他妈来了 他妈在上边 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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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飞了 很乖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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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或者点眼 海 这里呢是绿豆芽 所以像样离我们实验很近 说实话吃它这个味道呢 就相当于吃到了我们家乡的味道 跟我们家乡的味道也很像 就实验这个面呢也是这个味道 面吃完了牛肉也吃完了 剩下的都是豆腐 这个店呢就在新开通的这个地铁方面 我等一下问一下他们 这个无人驾驶的地铁开通了 你们去做过没有 两个老板你在吃饭 那个地铁开通的你们去做过没有 还没做过呢 我刚才做了好高科技好科幻 我们店主要就是做香油面 因为我们本身是香羊人 你们是香羊人是吧 什么时候开的这个店呢 什么时候 之前小店开了有三四年了 我是说味道好好吃啊 原来你们这是个网红店呢 我不知道啊不好意思啊 味道真的还可以 因为我是实验人嘛 我就感觉也吃到了家乡的味道 那就好 跟我们那边挨着在 是吧 好 那你们吃饭啊 谢谢啊 好的好的好的 吃完了 误打误撞 还吃了一个网红店 难怪味道还可以呢 他们就在这个地铁旁边 他们居然都没有坐这个无人驾驶的地铁 可能就是就相当于 武汉人很少去黄河楼 我们实验人很少去武当山 一个道理 开在自己家门口的 反而不常去 是不是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也要回去了 拜拜